今天的Pokemon鑽石珍珠就教大家做這個遊戲中我兩隻非常喜歡的怪 電擊魔獸和鴨嘴炎獸 這兩隻Pokemon也是非常推薦大家在打主線的時候將它入手 原因就是它們可以學很多不同屬性的招式 並且可以學習格鬥系的技能 但首先要注意的是鴨嘴炎獸和電擊魔獸都是版本限定的怪 如果大家玩的是珍珠版本的話就可以捕捉他的BB仔鴨嘴寶寶 如果大家玩的是鑽石版的話就可以捕捉電擊怪 提供給大家的捕捉方法就是去到第二個道館的時候 Pokemon Center 右邊有一間小屋 裡面有一間伯伯 跟它說話之後就可以拿到探險組合然後就可以落地底 落到地底的時候大家會看到地圖上面有很多的問號 如果你去過的話地圖就會變成另一個顏色 不同顏色的地圖都會說他們究竟這裡大概是出什麼怪 首先鑽石限定的電擊怪就會出現在以上的地圖裏面 然後珍珠版本限定的鴨嘴寶寶就會出現在以上的地圖裏面 我現在玩的是鑽石版本 你可以看到地圖上面只有一個區域 是符合我們剛才會出電擊怪的地圖 然後我們就會去那個地圖不斷出入 拆到電擊怪出現為止 我們捕捉到電擊怪或者鴨嘴寶寶的時候 他們身上是有機率會出現一個道具 而那個道具就可以令到他們進行二階進化的一個關鍵道具 首先我們要將兩隻怪升到30LV 他們就會進行第一階進化 第二階進化就是要透過我們捕捉他嬰兒階段的時候 身上攜帶的持有物 放在我們已經進化的鴨嘴火龍和電擊獸身上 然後跟朋友進行連線交換 他們在連線交換的時候就會自動進化成鴨嘴炎獸和電擊魔獸 以上就是一個比較簡單可以得到鴨嘴炎獸和電擊魔獸的方法 如果大家拆不到他們捕捉回來的持有物 其實都可以用一招小偷的技能去偷他們身上的持有物 這個技能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會在第二個道館的右邊 我們砍完那棵樹後面有一顆精靈球 撿了就會是這個技能 這兩隻怪非常推薦大家的捕捉 一來很有型 二來無論推主戰也好 打對戰也好 他們都是一定的優勢 尤其在這個版本火屬性的怪非常少 所以鴨嘴炎獸可能可以殺出重圍也不行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和SHARE 給朋友觀看還未加上門下的朋友 可以按部訂閱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和出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Subscribe